港珠澳大橋明天起 縮短旅客清關服務時間 政府凌晨公布 大巴清關時間會改為 每日早上10點至晚上8點 私家車就是早上6點至晚上10點 貨物清關就不受影響 即是每日維持24小時運作 當局又說自採取強制檢疫等措施之後 截至星期四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入境人數 是146人 大約9乘4是香港居民 人數較從私生效之前 下跌大約9乘9